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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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等会儿再来扫吧 今天的话 又到147了 这个 赶集的日子 去赶一下集 上次没找到位置 都是知道了 上次还是看评论区 说在那个下面 看他走错位置了 今天的话 赶集再去买几只那个小鸡苗 那种一块钱一个的 那种小的 那种 刚从蛋里面出来了 因为那个鸡卷已经搞好了 等会儿 就可以多养一些鸡了 昨天的话去县城 玩了一天 我说这个鸡卷没有搞完 这个看 这个顶还没有封 到时候把顶封一下就行了 这个鸡卷还挺大的 活动空间比较大 这个养个四五十只鸡 应该是没问题的 山里面就是这样了 虫叫声鸟叫声 还有树的叫声 看一下嘛 桃花开了 车停在这里 上次赶集的话走错地方了 在那个学校下面 上次我在这个主路 这个主路不赶集 因为主路很多车 所以说没有赶集 为什么主路不赶集 因为它主路车比较多嘛 就容易发生安全事故 所以就在那个下面 小巷子里面 从这个左手边下去 看一下吧 就从这里下去 这下去 华面是学校 先桥小学 看就在这边 下面赶集 看一块钱一够 一块钱一够 啊 你们修啊 你们修好尾鸭 就当啊 人太多了 等会儿再来 先去 那个鹅和鸭一样搞一个吧 那种 原来那种 这个是生的 冷冷清清的集市 哎 卖鱼的 虾面子 还有一些菜苗 这个还不是属于镇上啊 这是一个社区 长虹社区吧 这边应该属于 离镇上差不多一公里多 1.5公里 1.5公里 冷冷清清的 这边是一个废弃的工厂 不知道原来是干嘛的 看一下 这里面有一家的养殖啊 就上次来买过的 它卖的那个鸡 或者鸭鹅 要大一些 但是要贵一点 那种刚孵出来 刚才那种就 一块的两块的那种就很小 看一下这个工厂飞去了 它窗户都是坏的 不过它门锁住了 门锁住的话 就进去路不到营 看一下吧 抓了两个牙子 这是土牙子 一个鹅 这个鹅和上次不一样 这是灰色的鹅 它们说这个鹅长得最大 搞了一只这个 这个是公的 下面这个是母的 下面这个是母的 15个高点 15个 2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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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鸭子 嗯 三个土鸭子 还有一个鹅 这个鹅是另外一个品种 它是灰色的 你看这个鸡好小啊 这么小 那么一丢丢 看一下 拿出来看一下 这个是母鸡 母鸡它是这种颜色 像小鸟一样 公鸡的话是这个 这个 这个 这是公鸡 到时候长大了 它就是那种金黄子 还会打铃 这里 一共20只啊 这个小的 还有鸡鸟 这个一块钱一只 再买了10块钱的鸡鸟 它是这样的 它这个鸡鸟的话 它配了 这是小鸡仔的鸡鸟 是这种小颗粒的 好像大鸡鸟不一样 还配了这个药水 这是药水 药水的话 就相当于人类的葡萄糖之类的吧 补充那个体力的 增强体质的 喝水 给它喂水的时候 把它堆在水里面 嗯 那时候给它找一个大的窝 那个筐 那个筐子 这个 不精神了 嗯 可以 打起精神来 嗯 来 给你们增加生气了 啊 出来 这个好小 以后我养的那个 找的好大了 过来 刚买回来那三个好小 你看我自己养的都 比它要大两个这么大 这个 那个牙子 那是鸟鸭 这品种好多 鹅都有两个品种 鸭也有两个品种 哼 吃菜呀 到时候就不关在房子里面了 就把那个关在那个笼子里面去 笼子里面的鸡就搞到那个鸡卷里面去 来来来 给你们准备的新家 嗯 这种小鸡仔的话 只能喂饲料啊 其他的都喂不了 像玉米粒啊 它吃不了 消化不了 只能喂这种饲料 那时候我以为爱的是生活 世界太大 没有什么不可 没有什么失落 有什么不可 efficiency 每一遍呗 看一下,这棚棚还是挺好的 这是门,等会把锁上 给大家看一下吧 它是这种 上面打了一块塑料布 那个给它遮雨的 塑料布的底端,那个低洼处 搞了几个洞,它那里流水的 不然这个棚棚挤不了水 这边的话,打算把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 吃的东西放在这里吧 放一个盆,还有一盆水 一盆吃的,就这样 等会把鸡拿出来 这个 这个捉雨的效果还是挺好的 这四边有那个 塑料的黄盐 鸡棚盐,可以流水下来 这样的话 野生动物基本上是进不来了 全部封死了,等会把门 也给它封死 是那个洗脸的盆 不过这个盆已经没用了 这是纸盆 已经漏水了 但是装鸡 鸡厨的还是没问题 是 这个是 哇靠,兄弟們,刮颱風了 我的天 剛才那個樹枝倒了 是個樹還是樹枝把我雞棚給打倒了 那一遍,這搞個飛機啊 哇靠 完了完了,我那個雞棚估計完了 怎麼回事啊,怎麼又刮這麼大的風,下這麼大的雨 哎呀,這個小雞都嚇到了 我的雞棚已經被吹倒了,哇靠 哇,還好剛才沒把那個小雞苗弄出去啊 弄出去,估計全都得泡湯了 全都得放生 這個雨太大了,風也大,像開風一樣 那棵大樹都吹斷了,我的天 我發現雞棚不能搭在那裡啊 一棵樹倒下來全都遭殃 看,又斷了一棵 我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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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那個雞拿進來了,雞拿進來,淋雨了 我靠 現在的話停電了 我靠 兩棵樹枝,我把雞龍拿進來 不然又淋雨了 哎呀,這有點難搞啊 我到了兩天的蓬蓬,就被一棵樹 給壓倒了 差點人都躺平在這裡 你看這個路上 這個竹子 竹子的話也吹倒了 倒了一片下來 這個樹差點把我給打倒了 還好運氣 這個樹好像從根部斷了 剛好打到我那個雞卷的邊緣上 搞了兩天的雞卷,雞蓬蓬啊 就這樣給搞倒了 我靠 這水頂得住啊 看一下,戰損得怎麼樣了 本來這個風再大,估計也吹不倒 估計是吹得要倒不倒的 就是這棵樹啊 倒下來那是真的沒辦法 這個樹估計有 兩三百斤吧,是吧 我剛才是站在這個位置的 這個位置 它從我這後面倒下來 我是感覺到了,還好沒砸到我 不然的話又得躺醫院了 這麼大棵樹打到了 那就 看一下這棵樹 運氣打這麼大呀,從這裡倒下來 我靠 那個樹根斷了 那個樹根那裡 啊,太離譜了 還有這兩棵大樹沒斷了 看一下這個還能不能修一下 把它弄起來 應該可以弄得起來吧 這個棵棵應該還沒壞 就是把這幾個 這三個 竹子給炸倒了 還有我的辣椒苗 估計那兩苗今天種不了了 明天再去種吧 全是主意 又得打掃 現在的話我想 先把那個雞卷看一下 弄起來能不能行 畢竟搭了兩天 也不想扔了,是吧 弄起來過後呢 然後把這裡打掃一下 來看一下 感謝大自然的匯政 你看這個樹 已經空心了 難怪被風吹倒了 我剛才花了二十分鐘 把那個雞蓬蓬 又加固了一下 等會兒把雞弄出去 不能養在這個門口了 因為雞的氣味太大了 現在的話是雨後天晴了 我打算把這幾隻 羽毛風液的雞弄出來 還好我現在雨後天晴才弄出來 如果剛搭好直接弄出來 或者那個暴風雨啊 稍微來晚一點 估計都得全雞覆沒 大家看一下吧 這棵樹的話 再次不弄它 我弄不動 太重了 大樹用鋸子 你看這個樹 它裡面是空心的 聽說是白蚁 白蚁把裡面給吃了 然後琢磨了就來吃白蚁 然後這個樹就空了 雞龍的話 我加固了一下 怎麼加固呢 就是襯了一些木棍在裡面 它風勢吹到那個東風 從東邊吹的 這邊你看一點勢都沒有 這邊沒吹風 所以說的話 就把這邊加固一下 還頂住 雞已經吃東西了 這邊可以給它遮雨 看一下 搞了一盆水 裡面壓了石頭 這樣的話 它就壓不垮這個石盆 挺好的 這個天氣也不太冷 就算下過雨啊 這個天氣還是挺熱的 感覺沒降溫了 養在這裡了 來 出來 這個鵝好肥啊 看一下吧 我覺得這個鵝差不多了 可以鐵鍋燉大鵝了 好肥啊 快一斤了 應該有一斤吧 來來來 吃菜葉子 現在天氣的話 也不冷的 你看都是穿一件衣服的 養在這個外面 也不會被冷的 是吧 還給它墊的那些 不要的衣服啊 褲子墊在那裡 給它葬一個窩 看一下 給它吃菜葉子 鵝的話特別喜歡吃菜葉子 還有這個牙齒 還有一些那個玉米麵 有的說把那個菜葉子切小一點 它不用切 鵝的話 它那個牙齒很鋒利的 所以菜葉子一會兒就吃完